来自花莲知名的书法家周良敦 有见以往举办全国书法赛 提供参赛者敞扬在树林间创作的环境 旅游人潮也因活动而提升 于是拜会了花莲县长曲真伟 商朝在花莲举办全国书法比赛的构想 希望能够吸引全国各地的书法家 一起来到花莲美好的环境中来挥豪 更加提升花莲的艺文气质 县区台中但在花莲土生土长 被誉为国宝级的书法家周良敦 其创作的释迦牟尼佛法乡图作品 受到台北故宫典藏 近日拜会花莲县长徐真伟 商讨将于花莲举办全国书法比赛的构想 希望能吸引全国各地书法家 享受在花莲的美好环境中辉豪 更提升花莲的艺文素质 周良敦表示 往年举办山林西碑全国书法比赛成功案例 提供参赛者徜徉在树林间创作的环境 旅游人潮也因活动而逐年提升 此次希望以故乡花莲的好山好水自然环境为背景 让全国各地书法精英齐聚玉堂 借由比赛除了推广花莲旅游名胜之外 也推广中华固有文化 进而达到心灵进化和谐的书香社会 徐真伟表示 希望未来透过全国性的书法比赛 让花莲的孩子们进一步了解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 更可从中学习如何定心 也乐见许多义文创作者归于返乡举办义文创作展览 包含日前的后山才女陈文珍 陶瓷艺术家游忠平等人 期盼借由书法比赛 让全国看见花莲的义文深度 记者长邦彦华联士报导